DOTTER BROWN BEAR 嗨 大家好 歡迎收看今天的DOTTER BROWN BEAR 我們今天要去吃想想的BUFFET 那我這是應該第五次來吃吧 那很久沒來吃了 想要看一下疫情期間 那這段時間的人潮 跟最近的菜色有沒有什麼特別的 那我們就坐電梯上去吧 那這邊的話 你可以直接從微風信義坐電梯到四樓 然後這邊可以轉成電梯到46樓 就是我們的香香BUFFET 然後坐電梯 因為46樓還蠻高 坐上去應該會耳鳴 如果說耳鳴的話就是 吞口水可以解決這個耳鳴的問題 好 我們到咯 那我們等一下就趕快進去開吃吧 超久沒有來的 那其實我吃過蠻多家就是台北的BUFFET 那我覺得以之前來說這個評價 我覺得想想算是我心目中第一名的BUFFET 以台北來說的話 那這邊的話就是比較日式的 有天婦羅啊 還有一些 湯陽雞 然後這邊是港式 就一些燒賣小籠包 然後還有一些港式的醬料 那因為我們是平日來的 然後剛好遇到疫情 所以今天真的人變蠻少的 跟之前比起來的話 之前就是網路上的預約 只要一開就會爆滿 那這個是蛤蜊湯 哇 好多蛤蜊喔 然後現在因為疫情的關係 所以就是有這種一次性的手套 如果要取餐的話就是要戴這個手套 那這邊的話是松露薯泥 可以搭配牛排跟豬肋排 一起使用 然後這邊是比較義式的餐點 菜色的部分 那它蠻多樣畫的 這邊的話其實就是 多國的義式 異國料理這樣 那這邊的話也有羊排啊 跟這個蝦子 那其實想想讓我最印象深刻的 應該是它前陣子有那個干貝 然後都超大顆 超鮮甜的 超好吃的 然後這邊是鮭魚軟蒸蛋 今天都沒什麼人 那這邊的話就是來到海鮮的部分 這邊是壽司 然後還有蓄蟹 然後還有蓄蟹 大白蝦 它這邊的海鮮的部分也是都還蠻新鮮的 所以說如果喜歡吃海鮮的朋友 我其實蠻推薦想像的 那只是說想像的 價位可能還是偏高的部分 如果說跟其他buffet相比的話 因為我們下午茶的時間吃 一個人也大約要1000元 然後再加服務費左右 大概1100元 那相較於午餐的話 可能就是1500多 然後晚餐的話可能要到1800 所以說如果沒吃過的想要嘗鮮 我覺得可以先從下午茶入手 雖然我之前吃午餐下午茶跟晚餐的菜色 是有一些差異的 可是如果沒吃過我還是可以建議 就是先吃吃看下午茶 那如果說覺得蠻好吃的 可以再往午餐跟晚餐去嘗試 那這邊的話就是生菜沙拉區 然後它也是有蠻多種選擇 看你就是要有牛肉的 或是說鮮鮭魚的 或是說純蔬菜的 我覺得就是蠻多選擇的 然後這邊的話就還有堅果啊 然後跟沙拉的醬 然後就是泰瑪森乳酪 然後這邊的話就來到了生魚片區 我個人其實還蠻喜歡吃生魚片 就是去吃一些日本料理或是buffet 我都會去先吃看它的生魚片好不好吃 那想想的這個生魚片我覺得是也是蠻推的 就是食材都真的很新鮮 然後鮭魚真的很好吃 我超愛吃鮭魚的 但其實如果大家喜歡吃海鮮類的話 其實我還蠻推薦 這邊和來海港跟豐富的這兩家buffet的海鮮 也是非常厲害的 那這是手捲有四種口味 那這邊的話看起來比較像是台菜區 但也不是一般的家常菜 就是比較特別的料理 那這邊的話來到我的最愛脆皮鴨臥壽司 然後這邊的話也是可以客製化 就是你可以跟廚師說你不要衝啊不要小網刮 但我忘了跟廚師說 所以我這次就只能吃蔥跟小黃瓜 不然我應該通常就只有吃肉跟皮而已 這是蛤蜊湯 那我覺得今天的湯有點小失望 因為好像沒有特別鮮甜 然後就是小籠包跟燒賣 還有我剛剛拿的片皮鴨 然後拿了很多的生魚片 好多好滿足喔 然後今天就是已經吃的差不多了 所以來到甜點的部分 這邊的話甜點也是有蠻多的選擇 就有生巧克力啊 然後蛋糕 馬卡龍 那後面的話也是有一些水果啊 冰淇淋的部分 那今天的想想buffet就分享到這邊 如果有去吃過的大家也可以在下面留言分享你最喜歡的菜色是什麼 那如果沒去吃過的 也推薦你可以趁著這段期間人潮比較少 不會定不到位 然後去嘗試看看 但是疫情期間大家外出吃飯 還是要做好防疫喔 那今天影片就到這邊 大家有其他推薦的buffet或餐廳 也可以在下面留言跟我們說喔 那就掰掰囉 好棒喔 долго記得看我好 alcohol consegu很喜歡吃不少 因為你很喜歡吃不少 這個可以吃噢 你就繼續那邊 你會很喜歡吃的